天父,我们要领受祢的信息,求主圣灵管理我们,无论是讲的,翻译的,听的,都在祢面前,能恩,主啊,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顺服的心,来领受,遵行祢的话,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今天的信息是默想耶稣之忠书主日,什么是默想呢?默想是可以说是基督教灵命长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或者一个技术,就是我们要思想 重复的思想,仔细的思想,用我们的想象力,用合理的逻辑,去联想推论 那么,这些事情,在我们这场生活当中,在我今天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功课,我应该怎样应用?这就叫做默想 但是,主耶稣周生的母亲玛利亚,就是有自主的特性,有自主的美德,或者说有自主的长处 圣经常常记载,当他听见天使给他的话,或者听见先知给他说的话,甚至耶稣对他说的话 觉得比较特别的,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玛利亚就把这话存在心中,凡复思想 所以,默想就是要花时间,慢慢的,仔细的去思想 更重要的,在这过程当中,你心里面求圣灵 圣灵啊,我的逻辑,我的常识,我的推理还不够 我需要与圣灵,来引导,打开我的心,让我能够领悟其中的教训 那么耶稣之尊数主任 就像圣灵节,我们常说第一个圣灵节,其实第一个圣灵节的时候 还没有圣灵节这个名词 同样的,我们说主耶稣的中数主任,当时也没有这个中数主任的名词 这是后来,为了纪念这件事情,我们把它称为中数主任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中数主任,就是耶稣当时历次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 以后你们看到的标志,有时就这样,有一支的那个中理树叶的就是代表中数主任 或者有人称为中数节 你们发现,我们的教堂的装饰都是很特别 是不是,有很多中数进来的时候,还有上一年他们在地上封了很多中数枝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教会的装饰庆祝纪念 当时耶稣在受难之前进入耶路撒 他那时候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 而当时发生的各样情况,刚好也是应验的先知所讲的话 那么,诸数人是复活界的前一个主任 也是受难周的开始,因为今天是第一天 以后过了这个礼拜当中,就是耶稣怎么样被盼徒被犹荡出卖 怎么样受审判,最后耶稣怎么样被冰死在神的架上 所以今天是第一天,这整个礼拜里面就是称为受难周 或者受苦节 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庆祝耶稣的复活 但是耶稣在这一天,祂就是用君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 那我们的,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要默想,应用在今天的生活 所以我们,这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情况 好,是不是人家拿着忠鼠之 好,那么耶稣什么,驱坐离居 就进到耶路撒冷的城 那么,我们就要思想那一天的情况 但是我们因为要应用今天 所以我们用现在诗,用现在的诗 来说明下这个题目 第一点,耶稣需要总共 耶稣需要总共 那我今天呢,是把四本福音书 所描写的各种情节 把它排列起来,顺做策则 所以有时候你们读圣经 你们说,这个东西马太讲了,马可也讲了 但是你去注意的话,你会发现 他们描写的重点,做重点不同 所以这个次序上有时候会突然间跳得很远 所以今天我是从四本福音书里面 把它的次序排好后列出来 所以今天要大家帮个忙,其实也帮你们自己 你们会比较镜像深刻,也不会打瞌睡 所以反正圣经读的今天呢,大家仔细的好好的把它录出来 那么印象就深刻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段今晚 来,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上 到了布伐奇和布大尼 在赶南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进去 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鸡 在赶南山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紧开先来 耶稣的门徒将进耶路上 到了布伐奇和布大尼 诶,怎么会再重复呢? 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 你们就说,主要不用他 那人必立时让你先来 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鸡 先在门外,街道上 就把他挤开 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 你们解驴鸡做什么? 门徒照着耶稣所说而回答 那些人就任命他们圈去了 他们把邻居圈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踏在上面 耶稣就洗上 好,你们记得吗? 耶稣复祸以后向门徒写线 祂说,愿你们平安 父怎么样猜拳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耶稣是天父的同工 耶稣也拆遣我们 所以我们也是耶稣的同工 那耶稣快要升天以前 祂在耶路撒冷对民族说 你们要往普天上去 你们要去什么? 从耶路撒冷由大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地 做我的见证 还有马太福音 耶稣也大使命说什么?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能听 所以耶稣再三的告诉我们 祂需要我们和祂主公 做祂的见证 而且把祂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 那么这个同工啊 是表示耶稣对我们的尊重 当然我们是耶稣的兄弟 但是同工呢就比较高一点 就是说你的资格 你的能力已经能够和耶稣一起做圣工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尊贵的称呼 不是儿童的童啊 不是那个童工啊 把你像小孩子一样拆来拆起 不是 耶稣是和我们是一同来传福音 一同来侍奉上帝 所以这是一个很尊贵的责任 因为耶稣说过一句话 他说坐有人跟从我 坐有人来顺服我 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哎呀这个字很难的 也见得怪怪的啊 创造宇宙天地的主 这样尊贵的主来尊重我们 真的我有时候听到这句话 我有时候见到他 哎呀受之有愧 我只能收了钱上帝来尊重我呢 但原文呢是说上帝很 honor就是尊重 就是上帝不是看清我们的 所以有时候上帝是伟大到什么才度 他这样尊贵 但是他又是这样的谦卑肯来用我们 而且他说他还尊重 希伯来书说什么 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 即使做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 为他来接待使徒 来接待一些传福音的人 神都不会忘记 所以神是一个伟大 伟大到一个程度 就是他能够谦卑的和我们通过 目的是什么 不是他能力有限 不是他做不到 是他要给我们有机会的奖赏 如果你没有为他工作 你有什么理由的奖赏 所以上帝叫我们和他同工 不是上帝力不够 对不起啊 我是想做很多事情 但是力量不够 那只有靠你们咯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我有很多工作 我能够做 但是我却愿意你们和我一起做 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荣耀 我们一起来欢乐 同劳同荣 所以这是耶稣要做我们 要我们做他的同工 好 这里说 耶稣要用我 耶稣要用你 还有耶稣要用他 用我咯就是我 那耶稣要用你 我今天和你们传福音 我们告诉你的信息 就告诉你说 耶稣要用你 那耶稣用他 也告诉我们 你们啊 要注意 你旁边的人 或者你团庆里面的人 或者你们家里面的人 有人 耶稣也要用他 所以你怎么样 你要把他解开 牵到主的面前 我对我自己来讲 我相信神要用我 所以我要解开 让我的能力 能够到主面前被主使用 你知道吗 灵粮热成 今天灵粮还是灵粮热成 今天的灵修 有一篇文章 是讲到这个桌子 他说有一次 有一个青年的转盘 向他借汽车 你知道吗 有的人喜欢汽车的 把汽车当孩子一样 比孩子更宝贵的 是不是 他第一个反应 他不愿意借 车子是我的 我很宝贵 而且呢 他很爱这个车 他也要用到这个车 如果这个车子借给人的话 他也是不大方便 但是他马上呢 把圣灵感动他 他就觉得不可以自私 他好 就让他借去 结果这个青年的传道人 去到个地方去 传福医 带了很多的规律 回来的时候 把这个好像去告诉他 哇 那时候他心里面很感谢主 他说主啊 感谢你 圣灵感谢你 好在你提醒 让我 愿意把我的汽车 解开 给主使用 所以他就是刚好今天 他就讲了这个故事 我记得他这个故事呢 是深入浅出 你不要想到很深闹的问题 其实 神要用我 我的什么呢 很可能是我的才干 很可能是我的技术 很可能是我的钱财 很可能是我的儿女 很可能是我家里的一些用具 那耶稣用你 同样的也许是你的各主的事情 也许要用他 你们家里的小孩子或者同伴 神要使用他去做某些工作 你肯不肯让他去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当有人的事丰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把握不让他去 虽然没有用明显的绳子把握 但是他的脸色 他的仪器 他的表情 就是不愿意你去做 给你诸多麻烦 你要做 好 我不会说不可以 我就给很多事情给你做 让你忙到不能够去 神就是很可怕 也很可怜的 我告诉你 我说的这些东西 不是一定是不信主的人 甚至连信主的人 很有圣经常识的人 有时候 当神要用他的时候 当神要用他家里人的时候 当神要死 他不肯 死不得 不愿意 把这个事情拿出去 时间也是 有时候你的时间 你的scary就排好了 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 你说不行 我的都排好了 不行 我并不是说 叫我们 什么事情都不照我们的安排 不是 圣灵会给你知道轻重 有时候有紧急需要的时候 即使你有已经排好的热成表 你会受困受打扰的 但是你求神给你力量 你可以变通一下 稍微委屈一下 稍微改换一下 去适应神要我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解开啊 就是要用很大的智慧 和勇气 明白吗 就是说不要被我们的成见 不要被我们的私心 不要被我们的各种的 这个阻碍灵性的事情 来阻挠我们被主使用 主要用你的什么 你甘心情愿的 这样阻使用 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发现这首诗歌 我今天呢 你知道我现在解开了 我是很害羞的人的 但是我要唱给你们听 希望你们呢 从这首诗歌里面得到帮助 我愿做个离居主 求主使用我 使用我 我愿顺悟主带你 求主引导使用我 你们会看见 可以帮帮我们 可以帮帮我们一起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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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做个离居主 求主使用我 使用我 我愿顺悟主带你 求主引导使用我 大家唱好不好 我愿做个离居主 求主使用我 使用我 我愿顺悟主带你 求主引导使用我 最后一次来 我愿做个离居主 求主使用我 求主使用我 使用我 我愿顺悟主带你 求主引导使用我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 我那时候很喜欢读书 你的看路 我发现有一个很出名的传导人 他的笔名呢 就是小驴居 很明显的 他就是用 耶稣最后 就是耶稣中速记的时候 其作驴居进耶路撒冷 这个势力而来的 他愿做个小驴居 我告诉你 当耶稣进城的时候 有没有人去看说 嘿 那个小驴居好可爱哦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说 这个小驴居虽然小 但是他力量蛮大的了 还称得起耶稣呢 没有 那时候人家注意的是谁 就是耶稣 那时候人家称赞的是谁 就是耶稣 驴居 驴居 千千悲悲的 就去配合 让耶稣得到能量 让耶稣得到成长 自己 没关系 自己千悲 弟兄姊妹 我愿做个驴居 意思就是说 即使我乐不到人家的伤心 即使人家没有注意到 荣耀都归主 我不介意 我就愿意做小驴居 只要我在这个整个的事情里面 能够尽上我的本分 我就心满意做 这就是小驴居的意思 弟兄姊妹 愿意吗 你说我愿意被诸实用 牧师 下个礼拜我就来讲道 我愿意被诸实用 牧师 你就安排我做主席 牧师 我愿意被诸实用 我下礼拜就来现场 当然 如果你有这个才干 叫有这个需要 排的时候 可以排到 但是 侍奉主 不是单单在台上讲道 或者在台上做主事 不是主 是在厨房 扫地 我告诉你 我希望你们呢 我称赞了以后 你们不要对那个人的反感 或者故意给他们出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我在我的整身过程当中 曾经被人家称赞 结果这个称赞 带来了我一生当中非常痛苦的经历 因为人家嫉妒 人家其实不喜欢被称赞 所以他们就说 反是那个人称赞 我就要对付他 我就受了这个苦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要称赞方弟兄 为什么呢 方弟兄你看每个礼拜 我们大家吃饱饭 好了 回家呢 睡午觉 去啊 睡午觉 他方弟兄还在这里 默默的来清洁 那个餐桌 厨房 倒垃圾 到最后的时候 把东西收好 放在办公室 他才回家 他没有希望 他没有告诉说 牧师啊 有时候你台上要到 要这样讲一下 没有 他绝对没有这个心 今天是由我由中文化的说 告诉大家 师公主不一定是台上 很多人家不喜欢做的小事情 确实很重要 就是这样 就是师公主 有这样心的人 主一定尽 感谢主 我们教会有不少 我们不少像方弟兄这样 不一定全部都在厨房 有时候默默的 替教会做翻译的工作 替教会做一些 变老的工作 等等很多小小的事情 拉拉扎扎事情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好不好 愿主帮助大家 说主啊 我有什么才感 我有什么时间 我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做的 我就愿意做 只要对教会的圣工有帮助 只要能够荣耀神 只要能够把人带到主面前 接送也好 接祭吃也好 奉献也好 没关系 我愿做个旅居主 求主带来 求主引导使用 耶稣说什么 他说我是你们的老师 我还替你们洗脚 给你们做榜样 所以什么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有些教会 有这样的做法 牧师长老 就是为信徒洗脚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做 我记得这只是一个意思 一个原意 当然如果你说真的要死 我也愿意死 但是主要的意思是说 人家抗威卑微的工作 神说我们要彼此帮助 所以弟兄姊妹 当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你做到的话 你就要去帮助 这是第一 耶稣需要同工 耶稣需要我 耶稣需要 耶稣需要他 让我除掉那个捆绑 让你除掉 让你把别人的捆绑解掉 让每个人都能够很自由的 很有效的来世 第二 耶稣配得称受 所以当这些人呢 当耶稣进去的时候呢 他们就高声呼唤说 和善那啊和善那啊 父主明来的是应当称受的 你知道和善那是什么意思吗 好 对 我们还没有读圣经 来 来我们读圣经一起读来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也有人用田间的树枝砍下来 铺在路上 前行后续的人都喊着说 和善那啊 和善那原来有求救的意思 在此人来称受的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受的 那将要来的我主大位之国 是应当称受的 高高在上 和善那 现在有些诗歌本 或是有些诗唱团 他们就用这个和善那 这三个字 来做他们的名 所以以后你们看到这个和善那 这个字呢 意思是什么 原来的意思是说 现在就拯救吧 我们祈求你 就是祈求上帝 所以这是本来是个求救 现在就救了 救我们了 但后来变成了一个口号 有点是 高高在上和善那 有点是 万岁万岁 你知道吗 就成了一个口号 一个称赞的口号 一个求救的口号 所以为什么 因为当时呢 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骑坐离居 就是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圣经有译言说 这个受高子 将来里面的王 他要谦谦卑卑的 因为平常王将军 骑什么 骑马 马是代表能力 马是代表威望 权威打仗了 但是呢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王呢 却是取作离居者 好像很转作的 很和平的 那么这是旧约圣经说的 我那位我所设立的救主 那个大位的后裔 那个王 就是要取作离居者 进到原上 所以当耶稣这样来的时候 哇 他们说 他们想起旧约圣经里面 所讲的那个王 所以他们就记起他们心中的 那种迫切的希望 为什么呢 犹太人啊 他们到现在 有的人呢 他们不信耶稣的 他们还要等待他们的王 他们所希望的是什么 他们以为从大位王下来的王 一定是政治上的王 所以呢 他们就是希望在政治上 有一个领袖带领他们 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 解放他们 所以他们所期望的是军事帮命的王 但是呢 圣经又提醒他们 他们的王是取作离居者 所以当耶稣取作离居者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说 哎呀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王 所以他们就呼喊说 荷山啊 荷山啊 奉主命来的 是应当成熟的 我们再读下去 来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夫子 慈悲人的门徒吧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作是他们 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 必要呼叫起 这就是今天我们唱这诗 当然这句话 不是说石头会叫 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们这些有思想的 你们有眼睛的 看过我所做的事情 你们难道不会想吗 如果你们还不感恩 如果你们还不称赞 不将荣耀归给上帝 不来听我的教导 哎呀 你们这些有思想 都不做的话 我想啊 连那个石头啊 他们都会耐不住 他们会叫 所以这是耶稣一个比喻的 方式来形容说 你们应该来称赞 你记得那个 菲利比书说的 说的耶稣怎么样 从天上放弃他做神的位置 他甘愿你降悲降悲降悲 后来死了 所以什么 所以上帝把他升高升高升高 还记得吗 我用这个V字的Victorian 胜利 耶稣从天上下来下来下来 下到最低点 上帝就把他升高升高升高 升到最高点 这就是得胜的路 所以圣经说 神要给耶稣什么 超乎 等下我们下面会讲 我们先读吧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在地上和地底下 因耶稣的名 无不去虚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主主 使荣耀 为父上 那么启示录呢 到将来 启示录说 将来在天上的时候 很多民族的人 他们都会称赞上帝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你是配得荣耀 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为有的 而且称赞高扬 他说 大师说 曾被杀的高扬 是配得权柄 丰富 智慧能力 尊贵荣耀 所以无论是 耶稣受难 还有使徒的教训 还有启示录都说到 耶稣是配得成熟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说 耶稣是配得成熟 好 我们大家来唱这首诗歌 不是新的 所以大家会唱 他是主 他是主 好不好 来我们大家唱 他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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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 万西当鬼白 万口当成人 耶稣受得成熟的主 耶稣受得成熟的主 所以耶稣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 祂是配得我们称受的主 好第三点 耶稣正在哀疼 来我们一起读 路加福音19章4112节 来 耶稣快到耶路上 看见成就为他哀哭 说 罗祝福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平安的事 无奈之事 现在是长的 将我们也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大 因为日子将大 你的仇敌 你住起屠类 周围环绕 寺院困住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额鱼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见过你的石头 所以耶稣讲这些话 结果在主后大概是66年 这些事情都应验 就是罗马正把耶路上回归 圣殿里面 你记得吗 有时候耶稣从圣殿出来 门徒不是说 哎呀这个圣殿好与大 那耶稣说 将来这个圣殿 他会拆毁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我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说 圣殿被拆毁了 为什么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上面 结果历史告诉我们 实在是这样 因为圣殿里不是有金吗 那么他们烧了以后 他们发现了 砖头也砖头中间有金流进去 所以那些人就要把石头的石头敲开 拿里面的金 所以正是应验耶稣的意言说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所以耶稣早就知道 这个圣殿会被毁 因为耶稣上的城 会被罗马政府来攻击 请注意后面这句话 因你不知道 我见过你的时候 那我就给你们看看圣经 Amplified Mind 旷征的英文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 原来是英文的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 都是因为你们不 主主见地从观察和经验 去认识 了解 你蒙上主见故的时候 就是主上帝 临到你 向你显出他的恩词 透过基督 向你提供救恩的时候 这句话呢 简单 因为你不知道 见过你的日子 换句话说 就是说 你不知道上帝怎么样来 恩待 借助很多的事情 借助很多的人 传福音给你 告诉你 神怎么样怜悯 为什么你不知道 上帝的爱心 上帝向你施恩 那种情况 你错失了那个基督 你硬着心不接受 所以耶路撒冷了 你就会遭遇到 自主的结局 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 苦口婆心 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气力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接受 但是有的人就是不一样 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 好像走向一个受苦的道路 你提醒他 你劝告他 你引导他 他就是不理 他就是不来 不理财 他觉得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自己知道怎么做 是不是 所以 耶稣看到耶路撒冷了 他就为耶路撒冷了 他就为耶路撒冷来哀疼 在稍后几天 稍后几天 耶稣又在为耶路撒冷他的死 那下面呢 就是耶稣 他说出 他说出他心里面的痛苦 他说什么呢 他一起做 耶路撒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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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起带小鸡啊 这个小鸡很小的 上面如果有老鹰的话 老鹰常常会抓小鸡嘛 所以当这个母鸡看到老鹰来的时候呢 他就 他就发出信号 就叫小鸡赶快来赶快来 那个老鹰就没办法 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 神提醒我们 神吹出我们 我们就是要顺服 那我们就会避开很多不必要的伤害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耶稣伤痛 也是很特别的 有的人认为说 耶稣是神 为什么祂要伤痛 他们认为这个情绪 有情绪的就是转转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到我们人的情绪 才会变来变去嘛 所以他把这个变来变去呢 把它应用到神 神有情绪 那么神就变来变去 不是 情绪不是一定要变来变去 情绪是指他有感情 他有感受 所以上帝有感情的 上帝爱我们 爱到 愿意让耶稣为我们 闻死 那么上帝也有感情 看到我们不愿意来接受救恩 但他又不是暴君 耶稣不是强盗 耶稣不是破门 闻住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什么 他看啊 我在门外破门 既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就要进到他里面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所以耶稣带了很多恩典的部分 要进到你心里 他不是强盗 他不是暴君 他要你甘心情愿 这是上帝做事的原则 所以当你不愿意的时候 他也不会说 并不做 所以这就是很高深的一个 看起来好像说上帝不是旺 有人说上帝是全能的 为什么他不要弄到我信他 我告诉你上帝如果真的要弄到你信他 给你病病到死 那看你信不信 但是上帝不要用这个方法 上帝有时候会管教 但是除非必不得 上帝用方法什么 用爱来感化 忍耐等候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学习谦卑 要学习谦卑 上帝不勉强 上帝用爱来感化 这是一个雕像 我想这个雕像就是根据这段经文来做的 就是耶稣会哭 耶稣哭泣了 看着我们硬心 看着我们白白恩典都不愿意接受 耶稣为我们难过 耶稣看着这个世人 好像罗养时代一样 偏离真道 耶稣哭了 然后耶稣看到我 看到你 会不会哭呢 然后下面呢 我是把 耶稣心里面 伤痛的一些 伤痛的时候 发出的一些问题 来提醒大家 希望下面的一些句子 圣灵能够感动 哪一句话 是耶稣要对的说 以下是令耶稣难过的一些问题 有一次 有一次 其实就是耶稣快要受难的时候 耶稣在西门的家里 那么 玛利亚知道耶稣就快要受难 他就 打破一瓶 把一瓶很贵重的香刀来到耶稣 但是犹大一看见这个设计 他就 就大发 他说 何必这样浪费呢 他这个香膏去卖的话 可以卖三四两银子 你为什么这样浪费呢 你想 玛利亚出于爱心 把香膏 这个香膏是 以色列人的女孩子 他们一被花钱寄钱 寄钱寄钱 买了瓶香膏 一被他们结婚的时候 新婚的时候用 但是玛利亚就是 爱主爱人的程度 把最宝贵的香膏来奉献 他这样爱心 但是却引起别人的生情 你知道吗 人就是这样复杂的 为什么有时候你会弃个人 为什么有时候你会批评个人 套出风头 为什么要出名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我们在批评人 我们对人家不晚 其实 却是反映出我们心中的不够 犹大有这样爱心吗 没有 所以他看见玛利亚这样爱心 他证明玛利亚是多吃一酒浪费 但是耶稣马上说 耶稣看出他们 因为不是当然犹大 圣经告诉我们 其他的门徒也是一样 耶稣看出他们 为什么你要难为这个女人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将这香膏交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葬 他知道我就要死了 你们还无屠屠的 还要争谁就大 玛利亚最爱心把他的东西 又不是拿你们东西 又不是抢你们东西 为什么你们心中就要难为这个女人呢 所以弟兄姊妹 以后我们 当我们看到别人被称赞 看到别人做一些事情 你做不到的 千万不要嫉妒 千万不要借责备 不要因为他 显出你的不够你就生气 相反的你要谦卑说 哎呀主啊可怜我 我真的不足人哦 他受处比我少 谢问比我少 地位比我低 他还只要爱主 我是什么人 我为什么领受神这样恩典 我却不足他呢 要悔改 不要嫉妒 不要批评 不要压别人 这样自己就高 不 人家高你就跟坐上去高 这就是耶稣说 你为什么要难为这个人 还有 彼得 蒙主的恩典 耶稣叫他 过来 他就在水面上过去了 突然间他看见风很大 他就 信心就失去了 就快点下去了 他抓救了 耶稣马上伸手抓他 说你这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弟兄姊妹 你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 神听了你的祷告 听了弟兄姊妹的祷告 让你蒙恩 神带领你经过了神多难处 也使用过你 为什么你今天 且来疑惑呢 所以弟兄姊妹 回想一下神的恩典 让你能够坚心的 依靠主 不要疑惑 还是信靠主 还有批评的时候 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慕呢 如果我们是好批评的 神就要问你了 耶稣要问你了 还有 耶稣要问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这些都是耶稣处于很痛的心 发出的问题 还有 讲到耶稣受审判的时候 有个猜疑 看到耶稣落难了 他就欺负耶稣 耶稣说一句话 他就打耶稣 用手掌打耶稣啊 耶稣怎么样 耶稣说 我若说的不是 你可以责证我 哪里 哪里不是 我若说的是 你为什么打我呢 弟兄姊妹 你说我没有打耶稣啊 大家注意哦 你打基督徒 你就是打耶稣啊 是吧 你知道吗 耶稣对保罗说的 保罗保罗 你为什么 逼迫我 赏罗说 往哪里逼迫你 是吧 他说 我就是你 扫罗问主啊 你是谁啊 他说 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 所以换句话说 你打弟兄姊妹 就是打主啊 所以主耶稣就说 他有什么错 为什么要打他 如果他没有错 你就不应该打他 好 第四点 耶稣应验一言 你知道吗 耶稣已经要受审判 要进去要上 但他为什么要叫门徒去牵着驴来 来 来了以后 他要坐在上面 就进去 让人家来 歌颂他 耶稣 结队不是要出风头 耶稣不是 哎呀我现在很忧伤了 我需要一些东西来安慰我 所以我要高兴一下 不是 耶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他知道 圣经有预言 预言到这个救主 以赛 是骑着驴居这样去 所以耶稣把自己 配合在主的旨意里面 所以他愿意这样做 弟兄姊妹 有的人以为说 哎那这样做 不是真的是很灵验哦 是耶稣故意做出来的哦 不是这个意思 问题是说耶稣做 那么群众会不会这样反应啊 是吧 所以他这样做 群众这样反应 才配合成整个预言啊 比方说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圣经说 他为了应验预言 圣经预言 他就说什么 我可 我即可 耶稣可以不讲那一句话 但是耶稣要讲 为什么 因为耶稣那时候的情形 就是圣经所描写的 所以他就要配合圣经的预言来做 弟兄姊妹 比方说耶稣叫我们去为他做见证 耶稣叫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好了 你就带人了 来了 信主了 那么人家可以为人说 哎 因为你这个不是这样 你是为了配合嘛 当然是配合嘛 耶稣就命定要我们去传福音 只要外面做我的门头 好我就配合 我就做主的旅行 我就去做啊 把人家带到主面前啊 跑嘛 为什么跑不配啊 所以我们去配合神的旨意 是好的 比方说我们教会有个需要 神的旨意就是要大家总动言 大家出力 使这个圣工完成 那么这是主的旨意 那么我们要不要配合 当然要配合啊 你不能够说 哦是主的旨意了 你赞主的旨意成全吧 我不必配合 不 你要配合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配合 别人配合 事情照样成功的 只是你失去那个权力 你失去那个得上自己的旨意 所以耶稣是去配合一言 应验一言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好我们读这段经文来 耶稣去进了耶路撒冷 赫尘中进度了 说这是谁 众人说 这是加利利拿撒冷的先知耶稣 自事成就 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要对西安的基美说 看啊你的王来到我这里 是温柔的 又骑坐驴 就是骑坐驴居着 这些是门徒起见不平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就是他复活 以后才想起这话 是指着他死 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死 这个才是妙 耶稣是他配合 但是事情又这样奇妙 就显明一言都要一言 那这段圣经就解释 这些群众哪里来的 这些来欢呼耶稣的群众 从哪里来的 来很多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 叫他从死里呼唤出坟墓的时候 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 众人因听见耶稣醒了至神迹 就去迎见他 就是耶稣叫拉撒路呼唤以后 很多人就看见了 他们就出去传出去了 所以很多人听了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就一起来 哎呀我们去啊我们要去啊 所以去欢呼 去欢迎耶稣 好最后 耶稣得到安慰 希望我们能够做使耶稣安慰 耶稣哀吐 但是我们希望得到 可以这样耶稣做到安慰 来我们一起读 耶稣进了耶稣上 住了圣殿 周围看了各样的见 天使以往 旧和十二个门徒之处存 往伯达尼去了 注意伯达尼 是一个地方的移子 马达和阿利亚阿拉撒路他们是三姐弟 这个家庭呢是很贫穷的 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他们没有父母嘛 没有什么财产嘛 他们是个小家庭 一个贫穷家庭 但是其实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住一个安慰的地方 特别是耶稣最后一个礼拜 耶稣每天晚上 白天他就进城 晚上回来 住在哪里 就是得到 所以这个家虽然不是豪华的家 虽然不是有钱人的家 没有势力和平凡的一个家 但是他们却爱主 玛利亚献上相当 是不是 马达很忙碌 煮菜给耶稣吃 那么 拉撒路也是 虽然圣经里面 变成了三个主说很多话 但他们三姐弟 都是很欢迎耶稣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你爱主 你接爱主 是使到主耶稣得到安慰 知道吗 即使别人不跟从主 即使别人不做 不侍奉主 你就是侍奉 愿意你在耶稣爱痛当中 给耶稣一点的安慰 这个家很漂亮 我告诉你 以后如果你看到什么 这三个字 就知道他是从这个别过来的 就是让耶稣得到安慰 是一个家 不大尼之家 他们常常住着这个家 这个字 就是说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曾经在不大尼 拉撒路 马利亚 马达的家 到边去休息 是到边接受他们的款待 所以耶稣就把那地方当成是他的家 你愿意你的家 成为不大尼的家 让弟兄姊妹 让你劳苦的重大的人 到了你的家 能够享受 安息 得到供应 这时 要带你家 好 还有呢 一个 刚才我提的就是马利亚 献降道 也是给耶稣做了安慰 是不是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有一次耶稣传道 后来很多人本来跟着他的 提不懂 提不懂 个个都跑掉了 我告诉你 这是耶稣很难过的 后来耶稣就问圣像 他说 很多人都跑掉了 你们也要去吗 那时候彼得就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宠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上主的圣子 这是很大的安慰 做传道人的 有时候很会体会耶稣这句话 有时候一个传道人物有一个教会 当隔壁附近 起了一个新领拜堂 又大又漂亮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离开 原来教会去到那个大教会 为什么 那地方又有东西吃 那地方又有好见不看 所以很多人就会去 当然我们不是攻击那些人 但是我告诉你 看到好了就去了 会使到原来教会牧师很难过 知道吗 就好像有一天你的孩子说 妈 谢谢你 我帮我这样大 我明天开始 我就不要做你的孩子了 蛤 为什么 因为那个家 他的家比较大 而且他的房间有很多 这个玩具 便是又是好的 大的 你听了怎么样 你听了很难过 更好吗 他就去了 所以耶稣 说你们也要去吗 但是彼得就使到耶稣的安慰 最后 一起读 读完了以后我们就结束了 来 愿我们体会耶稣的心 学他的榜样 满足他的心 报他 神师救助我们的大爱 好 祷告 主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大荣耀为我们 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就唱诗 我们就赞给你 歌颂你 主要帮助我们 能够谦卑地奉献自己 来做你的小邻居 只要事工成就 只要你得到荣耀 我们牺牲算了什么呢 帮助我们 夜里做你的痛苦 主啊 也帮助我们不要使到你悲伤 不要使到你难过 而是能够使到你得到安慰 照页耶 也得到意这里 然后呀 帮助耶稣 through 好